白绝师兄 柳兄不必多礼 沐云此人 不过是与仙境四重境界罢了 下品圣诞他很拿手 可是中品圣诞就不一定了 而且三关比试 最后一关只要是输了 这根本不可能成为冠军 我倒是不担心 只是看到此次如此得意的模样 实在让人生气 这倒是不必 柳兄乃是与仙境五重境界 万寿之境 还担心这一点吗 而且那小子活不了太久了 山门已经准备动手了 确定是在这里吗 就是这里了 竟然如此破败 抱歉 风紫玉 沐云 你白天练出了十颗十八纹的弹药 我也听说了 你真是厉害 那我们进去聊吧 方便吗 哥哥 谁啊 抱歉 抱歉二位 下着二位了 实在抱歉 无妨 令妹天生异想 必定不烦 没事的月儿 这只是哥哥的三位好朋友 不用怕 真的吗 真的 你哥哥很厉害的 我们此次拜访 是想他加入我的封门 真的 说一弯 是啊 我们已经决定了 感谢各位 好了妹妹 你不能太受刺激 先回房歇息吧 你妹妹 她这是怎么了 我妹妹风玉儿 从十六岁开始 便是染上怪病 身上开始出现绿林 渐渐的 连双眼都开始失明 被认为是不祥之招 被家族赶出 我不想让她一人流落 所以 也离开了家族 靠着炼丹 我一边想办法 给妹妹治病 一边想着 拜祝到天丹宗内 救治我妹妹 鬼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记得似乎见过 王你还是前世先王 说出去都丢人 那小姑娘 其实和秦梦瑶体内的 龙皇神魄 一个道理 乃是天经玄蛇的一变 不同的是 她体内不仅仅是拥有着 天经玄蛇的魂魄 更是有天经玄蛇的血脉 以我看来 令妹这不是饼 应该是一种特殊体质 什么 那 照你意思 我妹妹有救 龟翼 快说 这情况怎么治 你这前世先王 也有不会的东西 小子 拿我的话 出去装 我偏不让你满意 我偏不告诉你 快说 疯子欲我是一定要收入的 别蒙我积极的 那 关我什么事啊 没事 我能治好你妹妹 但是 但会有风险 什么办法 令妹体内 有神兽天经玄蛇的血脉 和魂魄力 我有一种法门 修炼后 可以运转天经玄蛇的血脉之力 但也有被吞噬的风险 你自己考虑 白绝师兄 柳兄不必多礼 沐云此人 不过是与仙境四重境界罢了 夏品圣诞他很拿手 可是中品圣诞就不一定了 而且三关比试 最后一关只要是输了 这根本不可能成为冠军 哼 我倒是不担心 只是看到此次如此得意的模样 实在让人生气 这倒是不必 柳兄乃是与仙境五重境界 万寿之境 还贪心这一点吗 而且 那小子活不了太久了 山门已经准备动手了 确定是在这里吗 就是这里了 竟然如此破败 抱歉 我没看到 实在是对不起 是你 风紫玉 沐云 你白天练出了十颗十八纹的弹药 我也听说了 你真是厉害 那我们进去聊吧 方便吗 哥哥 谁啊 抱歉二位 下着二位了 实在抱歉 无妨 另位天生异想 必定不凡 没事的月儿 这只是哥哥的三位好朋友 不用怕 真的吗 真的 你哥哥很厉害的 我们此次拜访 是想他加入我的宗门 真的 说一般 是啊 我们已经决定了 感谢各位 好了妹妹 你不能太受刺激 先回房歇息吧 你妹妹 她这是怎么了 我妹妹风玉儿 从十六岁开始 便是染上怪病 身上开始出现绿灵 渐渐的 连双眼都开始失明 被认为是不祥之招 被家族赶出 我不想让她一人流落 所以 也离开了家族 靠着炼丹 我一边想办法 给妹妹治病 一边想着 拜祝到天丹宗内 救治我妹妹 归宜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记得似乎见过 王你还是前世先王 是我出去都丢人 那小姑娘 其实和秦梦瑶体内的 鲁皇神魄 一个道理 乃是天经玄蛇的一变 不同的是 她体内不仅仅是拥有着 天经玄蛇的魂魄 更是有天经玄蛇的血脉 以我看来 令妹这不是饼 应该是一种特殊体质 什么 那照你意思 我妹妹有救 嗯 鬼仪 快说 这情况怎么治 你这前世先王也有不会的东西啊 小子 拿我的话出去装 我偏不让你满意 我偏不告诉你 快说 疯子欲我是一定要收入的 别忘我记忌的 那 关我什么事 没事 我能治好你妹妹 但是 但会有风险 什么办法 令妹体内 有神兽天经玄蛇的血脉 和魂魄力 我有一种法门 修炼后 可以运转天经玄蛇的血脉之力 但也有被吞噬的风险 你自己考虑 白绝师兄 柳兄不必多礼 沐云此人 不过是与仙境四重境界罢了 下品圣诞 他很拿手 可是中品圣诞就不一定了 而且三关比试 最后一关只要是输了 这根本不可能成为冠军 哼 我倒是不担心 只是看到此次如此得意的模样 实在让人生气 这倒是不必 柳兄乃是与仙境五重境界 万寿之境 还贪心这一点吗 而且 那小子活不了太久了 山门已经准备动手了 确定是在这里吗 就是这里了 竟然如此破败 抱歉 我没看到 实在是对不起 是你 风紫玉 沐云 你白天练出了十颗十八纹的弹药 我也听说了 你真是厉害 那我们进去聊吧 方便吗 哥哥 谁啊 抱歉 抱歉二位 下着二位了 实在抱歉 无妨 令妹天生异想 必定不烦 没事的月儿 这只是哥哥的三位好朋友 不用怕 真的吗 真的 你哥哥很厉害的 我们此次拜访 是想他加入我的宗门 真的 说一弯 是啊 我们已经决定了 感谢各位 好了妹妹 你不能太受刺激 先回房歇息吧 你妹妹 她这是怎么了 我妹妹风玉儿 从十六岁开始 便是染上怪病 身上开始出现绿林 渐渐的 连双眼都开始失明 被认为是不祥之招 被家族赶出 我不想让她一人流落 所以 也离开了家族 靠着炼丹 我一边想办法 给妹妹治病 一边想着 拜祝到天丹宗内 救治我妹妹 鬼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记得似乎见过 王你还是前世先王 说出去都丢人 那小姑娘 其实和秦梦瑶体内的 龙皇神魄一个道理 乃是天经玄蛇的一变 不同的是 她体内不仅仅是拥有着 天经玄蛇的魂魄 更是有天经玄蛇的血脉 以我看来 令妹这不是饼 应该是一种特殊体质 什么 那照你意思 我妹妹有救 龟翼 快说 这情况怎么治 你这前世先王 也有不会的东西 小子 拿我的话出去装 我偏不让你满意 我偏不告诉你 快说 疯子欲我是一定要收入的 别梦我忌忌的 那关我什么事啊 没事 我能治好你妹妹 但是 她会有风险 什么办法 令妹体内有神兽天经玄蛇的血脉和魂魄力 我有一种法门 修炼后可以运转天经玄蛇的血脉之力 但也有被吞噬的风险 你自己考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